嘿大家好,我是帕克 今天聊的内容不会像是电视上那些两性专家所说的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而是真正婚姻研究里面所探讨什么状况下注定会分手 好,那我们就来聊聊吧 一位在婚姻关系里面打滚了40年的科学家叫约翰·高特曼·John Goldman 他不只是研究婚姻关系的权威,同时他也是心理学家以及临床医生 他在离婚预测以及婚姻稳定性方面进行了长达40年的研究 在1992年的时候,他们邀请了47对夫妻 并进行了一个小时的绑谈 绑谈的第一部分为45分钟 总共问了11题 题目的内容包括他们是怎么认识以及在一起的 还有像是如果回到过去你们约会的时候 有什么是你们这印象深刻的 还有你们是如何决定要结婚的 以及结婚之后有什么是你们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除此之外还问了两人婚姻的价值观 第二部分则是进行15分钟讨论有关彼此婚姻之间的冲突 结束完一小时的访谈之后 他们会先预测这47对夫妻在未来三年之后 是会继续走下去还是会离婚 而研究最后的结果发现 他们所用的那一套模型 成功预测94%的夫妻 在最后会分开还是会继续走下去 另外高特曼的研究也很准 如果把追踪的时间拉长到4到6年的话 追踪的准确度高达87% 如果拉得更久到7到9年的话准确度能高达81% 研究人员用四项指标来判断一对夫妻 究竟能不能长久稳定的走下去 如果有一对夫妻在互动的过程中 经常出现以下4种状况的话 他们的婚姻关系一定岌岌可危 第一个是批判 像是对方会用言语做人身攻击 有个例子像是你可能问对方问题 但是对方却这样回复 什么啦这什么问题啦 什么啦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啊 太夸张了吧你真的有在听吗 第二个则是轻视或鄙视 意思是用讽刺或嘲笑翻白眼等等 来表达对对方的鄙视 我刚下班回家想出息一下 你有什么好累的 在那边看什么电视快带小孩 第三个则是防卫 如果有人出现找借口并试图推卸责任的话 这也是很糟糕的状况 诶你不是说我今天要帮忙打电话给对方 说我们不会参加这场聚会吗 我今天太忙了 而且你应该知道我行程很满 你应该自己打电话给对方啊 最后一个则是抗拒 抗拒的意思是不想要沟通想要直接离开 诶我觉得我们今天要好好的聊一下 聊什么聊啦 没有什么好聊的啦 都是我错了好不好 在四项指标里 批判跟轻视其实某方面来说很相似 但是批判不代表两个人的关系无法走下去 而是一旦批判变得越来越严重 而且越来越频繁 甚至演变成轻视的时候 这段关系才可能真正的破裂 如果你发现 看似恩爱的情人 却在某些时刻显现出了这四个迹象 那很有可能他们这段关系 在未来就会无法走下去 即使进入了婚姻 还是很有可能已离婚收场 那么究竟要怎么改变一段关系中 这四种最危机的状况呢 他给出了四种建议 在批判的部分 我们可以变成温和的开启这个话题 诶这个地方我不是很懂 你能不能再说一次 嗯哪个方面 不然我换个方式跟你讲好了 心事可以变成回想对方的优点 以及表达对对方的感谢 诶我刚下班回来有点累 想先休息一下 好的你先休息一下 我知道你很累 刚下班回来 那你等一下可以帮我带一下小孩吗 因为我也要洗个澡 第三点防卫 变成勇于承担责任 诶你不是说我今天要帮忙打电话给对方 说我们不会参加这场聚会吗 啊对哦 我忘记我行程很满了 应该先跟你讲了 啊我现在就去打 最后一个拒绝沟通 我们可以变成 先做一些事情 让自己冷静一下 我觉得今天的状况我们要好好聊一下 但姐我现在很生气 我们等一下再聊好不好 另外在生活中 时常想起对方的优点 并时常给予感谢 也可以将对方做了什么事情 给记录下来 这对于两个人感情的维持 是很有用的 前面聊完了情侣关系中 最岌岌可危的四床状况 以及解决办法 那我们现在来聊聊 如果真的情侣之间发生冲突了 要怎么开场 才不会引起后续的纷争呢 以下是科学家建议 如果情侣之间真的发生冲突了 用这种温和的方式开场 会比较好 第一个 尽量提出感受 但不要责怪 不论你觉得另一半错了有多糟糕 都先别以翻白眼 或是一些肢体动作 来宣泄自己的不满 尽量以客观的文字陈述 而非用情绪性的字眼 第二个 尽量用我这个字眼 而不是用你 因为用你这个字眼 有比较多的指责意味在 而用我的话 会比较倾向表达自己的想法 与感受 第三个 则是有礼貌并表达感激 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说 在情侣的互动中 其实有所谓的 5比1的黄金比例 那个部分有几项可以参考 我们等一下再来聊聊 再来第四点 就是别憋在心里 在交往的过程中 有感受不好的状况 尽量不要憋在心里 要重视每一个小问题 并提出来让两人沟通 否则这些问题会如同滚雪球般 打到变成两个人都不愿面对的纷争 接着我们来聊 情侣之间互动 其实有所谓的黄金比例 而这黄金比例是5比1的法则 5代表正面的互动 也就是那些快乐高兴的事情 而1代表后面的互动 也就是那些冲突难受的事情 如果说这种互动比例 由5比1下降为1比1 或是更少的话 这段感情就如同游走在分手的边缘 后面的互动就如同我们之前提到的 批判、轻视、防卫、抗拒 这四点我们可以用刚刚提到的方式 做1一的修正 不过除此之外 我们还要加强正面的感受 以及正面的互动 第一点是对伴侣感兴趣 当伴侣不高兴 或是想分享一天的生活的时候 我们是否认真地倾听 并对对方的内容感到兴趣呢? 像是另一半如果感到很难过很生气 我们是否会去思考这些事情的起因 以及能否适时地点头 眼神专注在对方身上 适时地回应对方 第二点表达喜爱的情感 我们是否在一天当中 亲对方或是抱抱对方呢? 在任何冲突发生的期间或结束之后 我们可以做出牵着对方的手 或是拥抱等等的小举动 来表达自己其实还是喜爱着对方的 再来是展现你的在乎 如果另一半今天过得很不好 你可以在小地方展现你的在乎 像是帮忙买饭或是整理家里等等 再来则是回想对方的优点 在生活中时常回想着对方的优点 或是体贴的地方 可以让我们在负面情绪涌上心头的时候 能够更有力量去对抗这些难受的情绪 并将这些感受付出行动 告诉对方你很感谢这些付出 正能让彼此的关系更坚强更稳固 再来则是找出冲突过程中彼此同意的点 在冲突的过程中 找出彼此都同意的部分 能够让对方感受到彼此之间并不是敌人 可以让激烈的冲突朝向好的一面发展 再来是展现同理心以及道歉 在冲突的过程中 可以给对方这种回应 像是如果你会有这样的感受是很合理的 我想我能够理解 越多同理对于情感的维系是越有帮助的 如果真的不小心伤到了对方 也可以坦然的跟对方道歉 像是抱歉我刚伤到你了 这样就能够创作出正面的目的 接着是给予尊重 在发生冲突的时候 我们可以试着总结出对方的论点以及感受 这不代表我们认同对方 但这样的举动可以让对方感受到尊重 最后一个只是开开小玩笑 冲突如果很激烈的时候 如果能够开一些彼此能够理解 但又不是尊重的玩笑 这对于场面的缓和是有帮助的 以上就是约翰高特曼所提出 如何化解情侣之间最危急的冲突状况 那高特曼其实蛮厉害的 他有成立个人的婚姻治疗机构 里面培训了很多婚姻治疗师 你在Google里面打Galman Institute 就能够找到更详细的情侣相处内容 里面甚至还有一系列的书籍 以及婚姻治疗等等影片 以及参考书可以购买 如果需要的话大家都可以看看 好以上就今天的内容 那祝各位情侣都能够顺利的走下去 好那我是帕克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